我们最近在学会的那个网上买东西 然后我想在网上可以买一个衣服 作为群结的礼物 你觉得怎样 你想穿什么样的衣服 都可以呀 学会网购后 阿拉帕迪苏普想到的第一件事 是给自己的妈妈买一件衣服 近日 中心社记者来到新疆墨浴县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用镜头记录下学员阿拉帕迪苏普 给母亲打电话时的温情一幕 通过网络给母亲选购衣服 这是阿拉帕迪苏普之前想都不会想的事 在来到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前 感染了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他 是让父母一直操心的孩子 当时 在帮父母开店的过程中 他时常与来店的汉族顾客发生冲突 我来帮信中心之前 是一直在帮父母开店的 在开店过程中跟一些人来往 但是那些人不知道那些人的来历 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好坏 但是他们的来往中 自己也不知不觉地盖了极端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 渐渐地学会了他们身上的坏习惯 然后感觉就是不是穆斯林 就是不是自己人 然后对其他民族人 比较多的就是汉族民族 来我们商店买东西的之类的 然后心里有些反感 对他们态度有些不好 回想起过往种种表现 阿拉帕迪苏普用愚蠢来形容当时的生活 他为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 同时又为能及时进入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感到庆幸 来到墨宇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后 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律知识等课程的同时 阿拉帕迪苏普还根据兴趣 选择进入电子商务班 进行职业技能学习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我基本上学会了 电脑的基础操作 办公软件 还有到商网购买东西 然后往上开店的过程 但我把这个职业学好了以后 我想开自己 出义自己的一个网店 把自己想卖的东西 卖到别人那里 跟当下学多年轻人一样 阿拉帕迪苏普 对于网络世界 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 他详细计划着 学完电子商务课程以后的生活 而未来开一个自己命名的网店 是他给自己设定下的小目标 如果要买新疆的特色产品的话 应该包含我们的新疆特色产品之类的 一听名字就能集齐新疆的特色产品 所以我第一个选择的是 沙漠之星或者是沙漠民族之类的 比如这种门河店 就在那个沙漠方面 一建筑有沙漠那个沙漠古城的名号 所以我选择沙漠或者是绿洲 沙漠绿洲有关的名称 在茉玉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 电子商务班里 有很多和阿拉帕体育苏普 有相同想法的学员 通过打开网络世界的大门 现代科技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与此同时 之前曾对现代化技术 有抵触情绪的年轻人 也开始有了与科技相关的梦想 为了他们朋友艰难 然后再加上东西买出去 赚了更多钱 买个小吃吃 跟家里人一起去漂亮的地方旅游 肉资卖卖题 肉资脱合题是一个爱笑的男孩 在采访过程中 他会不时地和一旁学员开几句玩笑 在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学习生活 不仅让眼前的这位年轻人 学会了职业技能 更让他张开怀抱 教导了更多的朋友 来这里和我的思想都改变 学到了现代化 学到了新的知识 朋友也越来越多 那个性格一见我 性格也非常 没有朋友就自卑自解 性格也不太好 那个没有朋友 但是来这里和我的性格就开了 那个我常常会开玩笑的 别人也特别喜欢我 我也有很多的朋友 我们打算以后还有合作 一起开店 所以我在这里的生活特别多 比较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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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